绝招攻击临界点的定义及技术要点 个股放量攻击技术形态颈线位时 在攻击量能已经有效放大 但突破颈线位还在3%幅度以下时 这是短线的绝佳买点 二 绝招堆量上行节节高的定义及技术要点 个股处于上升途中 当它的成交量无法连续放大时 它会通过在一个小的价格区间连续几日的量能堆积 来达到超过前一个高点的最大量的目的 清晨波峰最大量逐渐减小的持久上升通道 并正好受到平行上行的13、34、55日均线系统的有力支撑 上升通道下轨也正好是13日均线的零惯离位置 是短、中线绝佳进仓点 三 绝招汉地拔松的定义及技术要点 个股经过连续的下跌或是回调 当反弹或是反转的第一根阳线就是涨停板或是9个以上的大阳线时 后市往往还有10%以上的上涨空间 第一根阳线涨停下附件就是短线的绝佳进仓点 四 绝招小阳放量滞涨的定义及技术要点 当个股连续放量上攻时 只收出连续的十字小阳线 这是多头强烈上攻受阻的表现 在缩量叙事后还会有一波继续上工创新高的机会 放量后的缩量回调时 这是短线绝佳进仓点 五 绝招青州越过万重山的第一级技术要点 个股从一个阶段性低点起涨 在累积涨幅不大的情况下 以3%以下的手率有效突破并站稳 年线233日均线后 回年线的位置是短线中期的绝佳进仓点 六 绝招空头强弩之末的定义及技术要点 个股脱离13 34 55日均线出现快速的连续向下回东单股价的的13日均线 不乖离达到负20%左右时 庄股和尖尖巨股的下跌除外是短线的绝佳进创点 七 绝招空头承接覆盖的定义及技术要点 个股在均线出现的反压下 出现了快速下跌 随着下跌接近最低点 声拉出现 越跌越放大的承销量 伴随着跌幅越来越小的阴线 当出现了一根缩量阳线盖过了下跌的最后一根 也同时是承销量最大的阴线空实体时 缩量阳线的最高点附近是短线的绝佳进仓点 八 绝招黄金买点的定义及技术要点 个股从中期的最低点再连绵 阳线最多夹杂一到两根操盘小阴线不间断上涨 当累积涨幅达到30%以上见顶后 以连续的阳线回落到第一波的0.382 0.5 0 618黄金分割未试试地是短线的绝佳进仓点 可分批大胆买计 九 绝招假阴线的定义及技术要点 个股在收出一根掌停板之后 次日继续放量超过掌停板的量能攻击重要技术压力位时 收盘受阻回落 只收出一根带长上影线的涨幅在一个点左右的十字小阴线 这是主力强烈的做多欲组的表现 次日往往会继续上工 十字阴线的收盘架附近是短线的绝佳进仓点 十 绝招颈线位量超的定义及技术要点 个股放量攻击技术形态颈线位 当它放大的成交量已超过前几个颈线位高点的最大量 但股价还未突破颈线位时 它在颈线位下缩量叙事时 是短线的绝佳进仓点 十一 绝招直破多头线的定义及技术要点 个股依托平行45度上行的13、34、55日均线向上运行 个股的加速上扬带动13日均线陡峭上行时 个股突然快速掉头连续下跌 未多任何支撑地跌破 还在上行的13日均线时 在接近34日均线位置 是短线的绝佳进仓点 十二 绝招波云渐日的定义及技术要点 当个股的MACD指标中的 MACD和DIF两条线半 随着红色柱状体的放大 从零轴下上穿到欧轴之上 当MACD的红色柱状体 在欧轴以上第一次缩短 乃至发出绿色柱状体 但步步欧轴 也是个股收阴线回调之时 是短线的绝佳进仓点 十三 绝招高位巨量换手的定义及技术要点 个股运行在平行上行的十三 三十四 五十五日均线之上时 突然收出连续巨量阴线 但阴线未破十三日均线 且巨量阴线的跌幅逐渐减小时 只要有缩量阳线在十三日均线上 覆盖过巨量阴线的实体时 阴线的收盘价附近 就是短线的绝佳进仓点 十四 绝招日 周线同处零怪离的定义及技术要点 当个股的十三 三十四 五十五日均线系统 及十三 三十四 五十五周均线系统 同处于四十五摄氏度平等上行的多头运行状态时 当股价调整回星号到十三周均线的欧关离位置时 如果此时股价同时也是回星号十三日均线的欧关离位置 则此点为试短 中期的绝佳进仓点 十五 绝招穿越分水岭的定义及技术要点 个股长期运行在下行的五十五日均线之下 当个股第一次从中期底点放量突破代表 多空强弱分水岭的五十五日均线之后 它穿过五十五日均线后第一次回接近五十五日均线试地 是短线的绝佳进仓点 十六 绝招汉地拔松的定义及技绝招 后机勃发的定义及技术要点 个股放量攻击技术形态颈线位时 在颈线位临界点出现连续放量滞涨的横弹走势 这是在庄家叙事待发的信号 当放量横弹回信号点接近十三日均线时 是短线的绝佳进仓点 十七 绝招十全十美的定义及技术要点 个股运行在上升途中 当它同时满足以下四个条件 一 均线条件 A 13 34 55日均线45摄氏度平行上行 B 股价与13日均线勾乖比 C 3均线间距小 二 技术形态条件 处于动态颈线位有效突破回或在颈线位滞涨 三 量能条件 回信号13日均线时必须平量或是回调最大量 四 指标条件 MACD指标中两线正好处于 由下而上上穿欧轴后的红色柱状型的第一次缩短调整时 18 绝招扭转乾坤的定义及技术要点 个股从连续回调后的阶段性低点掉头向上回升 如果回升的第一根阳线的实体 盖过了回调的最后一根阴线的实体 且成交量比最后一根阴线超过了一倍左右 则这成交量称为反转量 这根阳线为扭转乾坤的反转阳线 这根反转阳线回调是收盘架附近 是短线的绝佳进仓点 19 绝招保建峰自磨砺出的定义及技术要点 个股运行在13日均线之上的上升途中 当经过一波连续的回调回 星号到13日均线之上后 当它再度放量从13日均线拉升上攻 却遇到沉重抛压 收盘只留下长长的上影线 没什么涨幅时 13均线附近是短线的绝佳进仓点 20 绝招平量横盘的定义及技术要点 个股经过一波阶段的上涨后 在横盘部回落的强势调整中 保持每一根的横盘量能接近 或等同于开始调整前的最大量阳线的量能 当这些平量横盘的K线 再度受到一道向上的13日均线的支撑时 是短线的绝位进仓点 21 绝招火箭冲天加速度的定义及技术要点 个股从阶段低点起涨 如果它连续收出三谱各掌停板 那由于惯性作用 后市往往会达到五七各掌停板的价位 第三五个掌停板附近价位 是短线的绝佳进仓点 22 绝招 外里长城永不倒的定义及技术要点 当个股从低点向上放在拉伸 同时突破了几个重要技术压力位 几个重要技术压力位 正好处于相同或接近的位置 当它有效突破后出现第一次回时 正好会同时受到个几个关键技术压力位的支撑 此时是短线绝佳进仓点 23 绝招 胜算值的定义及技术要点 个股在13 34 55均线系统支撑下 当回调星号在13日均线之上时 为个股低10点 拉起第一个阳线的收盘价 不仅为第20点 拉起第二个阳线的收盘价为第30点 大盘只要试试连续下跌后 齐温反弹或反转前的最低点就是第10点 提起第一根阳线收盘价不仅第20点 第三根阳线收盘价不仅为第30点 第三根阳线收盘价不仅为第20点